大家好,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 我是如何愿小花盆种植大个头的菜 先来介绍一下我愿的花盆 这是20x20厘米的花盆 是个很常见的花盆型号 有关注我频道的朋友们都知道 我园里的很多菜都是用这个型号的花盆种的 之前,我这种小花盆都是愿来种小型青菜的 越愿越胆大了 现在,我想愿他们来种大个头的青菜 比如说,花菜 之前,我总觉得种花菜要战略很多地 一直都不大想种它 这次遇到了自己爱吃的花菜品种 有人叫它有机花菜 也有人叫它松花菜 想种它,又不想让它们战略我太多的空间 小小小花盆就让我实现了我的目标 我提前还怕盆太浅了 又在底下套了一个一样的花盆 最后发现,其实一个盆就够了 它们的根系在下一个盆里都没有长很多 当然,开始决定愿小花盆四种死 心里是没有底的 为了以防万一 我还用大的种植袋 也同时种了一些花菜 最后是我用小花盆种植花菜 让我实现了花菜自由 看,这是种小花盆里的 这是已经收获了一棵剩下的底盆 看着展示还不错吧 接着来看看它们的根系 它的根系其实跟一些青菜差不多 这些是种在大的种植袋里的花菜 看起来种小花盆里的 跟种在大种植袋里的 结的花菜没有什么大区别的 个头不分上下 这颗有点栽枣了 花还没有完全展开 在花菜生长过程中 可以把底下的叶子摘掉一些 这颗就长得差不多了 可以摘了 人家是一起拔萝卜 我和我家小朋友是一起拔花菜 所以喜欢吃花菜的朋友 但又没有特别足够的菜圆地盘 让你们施展时 可以试试跟我一样 用小小花盆来种 用小小花盆种菜的注意事项 用花盆种菜时 浇水是关键 你不能用太大冲力的水去浇 那样子相当于清洗盆里的土壤 要小量水慢浇 看到盆底有水溢出时 就可以停止了 当开始长花菜时 就可以经常使用淡一点的肥水浇灌 这样子的菜就会长得很好 好了 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感谢朋友们的观看 谢谢 谢谢